TWICE 16日在日本推出精選專輯 才發行兩天就已經接連登上 日本公信榜單日專輯棒 以及日本告示牌冠軍 沒想到經常出包的JYP 這次又再度日常耍雷 再出回限定版B版的DVD中 開頭介紹九名成員的影片 按照年齡勝序 原本最後一名應該會是子瑜的片段 然而每位成員結束後 最後該輪到子瑜時 卻被物質為MOMO的介紹影片 讓粉絲們都氣炸 幾乎這個失誤太超過 難道公司在發行作品前 都不用叫搞的嗎 就連子瑜媽媽都在推特上 生氣發文大批非常傻眼 大公司竟然犯了如此嚴重錯誤 令人不解究竟是舒適還是故意 粉絲們也是又氣憤又難過 尤其這種事已經不是第一次 在上一張日文專輯時 就曾發生過推特發文 把子瑜名字打錯 發子瑜照片 缺物質為另一名成員的名字等等 每次出包幾乎都是出在子瑜上 粉絲要追IP出面解釋 而在過了大半天後 官方才終於在推特發出道歉聲明 並重新上傳影片